10月16日的晚上17点左右 四川省广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 在广汉市的顺德路41号搬迁小区 移动一单元的楼道里 有一名年轻女子神情苦慌行为惯异 刑警大队的民警迅速赶到了这处小区后 看到的情形让他们也感到十分诧异 他离开老家在外面打工 就租住在广汉市顺德路41号搬迁小区的这个房间里 2012年10月16日这天下午3点左右 在家休息的敏秀打算这么办事 当他推开家门时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蒙面人 面对比自己高大的蒙面人 敏秀的反抗显然是徒劳的 最后更让敏秀感到惊喜的是 那个神秘的蒙面人竟然拿出一卷透明胶带 一圈又一圈紧紧缠在敏秀的头部 最后又将敏秀的手反挡在背后 和脚步一起用胶带死死地缠住 那个蒙面人的一个举动 让敏秀推翻了之前的判断 他们帮了口 还打他的口 就有过脱他裤子的情况 当时就帮他外裤巾脱了 外裤露出来了 当时那个事外者就很怕就在征兆 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忙我求求 你不要这样一直苦苦的爱情 所以那些人听到事外者这样说过 才又再帮裤子他穿上去 之后 惊魂未定的米秀发现 自己丢失了七千多元现金 和一部苹果手机 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案犯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蒙面入室 他是谁 他这样做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第一 那个给他打电话的人 是一个叫王进的人 王进是一名黑车司机 半年前 敏秀曾多次租用过王进的车 但是 敏秀说他对王进的情况并不了解 警方分析 敏秀是外地人 了解他生活规律及家庭详旨的人不多 而王进正是熟人之一 那么 敏秀所说的王进 与那个蒙面人是否是同一个人呢 根据被告人王进讲述 被害人敏秀在四川省皮县打工 却租住在广汉市 因为上班路途遥远 半年前 敏秀曾经多次租用了王进的车 但是 后来不知为什么 敏秀突然不愿再租用王进的车子了 这让王进感到十分气愤 进而产生了报复的想法 当时他来到敏秀家 只是想教训一下敏秀 根本没有抢劫的打算 然而 广汉市公安局的民警 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 被告人由于吸毒 经济入不服出 负债累累 为还债 王进还将自己的比亚迪汽车抵押了出去 根据受害人敏秀讲述 他在租用被告人王进的车期间 曾经无意中听说王进有吸毒的嗜好 心里感到十分害怕 他担心王进在驾驶车辆时毒瘾发作 而导致交通事故 所以那之后就拒绝在租用王进的车了 敏秀的这个举动引起了王进的不满 在为被害人敏秀开车期间 王进发现敏秀经浓绰且独自居住 为尽快获取钱财 王进决定预期实施抢劫 2012年10月16日下午 王进携带事先准备的钢刀 面罩及作案服装 算至顺德路41号搬迁小区 趁住户开单元门之机 来到该单元楼楼顶 换上作案服装埋服 在敏秀开门随持刀相下 将下滩在地的受害人 强行突入房内并对其实施殴打 后用室内封口交 将受害人头部手脚缠绑 对其实施猥亵 在抢走受害人7000余元现金 及苹果手机等财务后讨逆 这个人当中经济因素不得欠 这个就是美国的西方 所以才到此 从前美国人 抢去冒击法事 几乎持财务 几乎 美国人是有 民主书三岗 中美国人是 准备下 一方能强劫 公诉欺骗之后 被告的忘记 在强劫队 实施清楚 证据与情报是重逢 本源于支持 排阅下 决定期 被告的忘记 在强劫队 排除有其证实而言 令出发机 不协议 今天是投入排阅 整次来发 一项一项一项大